哈喽大家好,我是晨阳 现在是早上的九点半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成都的新南门汽车站 在成都客运汽车站有很多 但是这一座比较特别 主要特别在哪呢 它是在成都的市中心 也就是一环路内 只要你人在市区 来这个站坐车是交通非常方便的 另外还有一点就比较特别 是这座车站主要是面对游客的 所以旅游的线路会比较多一点 比如说想到峨眉山,九寨沟,乐山大佛 以及道成亚丁这样的地方 其实都可以到这个车站来坐车 同时这里也有一个专门的游客中心 不过我今天到这里来 主要的目的是想和我的朋友 一起到黄龙溪去看一看 其实黄龙溪景区离成都市区 还是相对比较近的 只有大概40公里的样子吧 而且其实乘坐城市公共交通 也是完全可以到的 总共花费路费的话 一个人大概是9块钱左右 也很便宜啊 只是说时间上可能花费的会比较久一点 不算等车的时间 如果用公共交通过去 大概需要花两个小时 所以如果算好时间到这来坐大巴 是比较节省时间的一种方式 我来我来 这随便自己打呀 免费的呀 想多的 这很开玩笑的 经过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呢 我们到达这里的时间也正好是中午了 那这个时间刚好就吃午饭的时间啊 所以我们就随便找了一家饭馆 然后随便炒了两个小菜 对付了一顿 怎么说呢 这饭菜不算精致 而且价格也偏贵啊 昆菜38 素菜20 哎 景区旁边吃饭嘛 大家都懂的 所以不是不得已 就别来这吃饭吧 吃完之后呢 我们打算步行前往黄龙溪景区 途中我们遇到很多摩迪司机向我们招揽生意 就说景区离这里还有很远 不然就坐个车去吧 我没问假 估计以我们两个年轻人走路的速度来算 大概十分钟也能走到大门口了 而且刚吃完饭嘛 走走也挺好的 还能看到一些独特的东西 比如这个牌坊 还是因为这公共卫生事件的缘故 现在黄龙溪景区呢 是实行的预约制入园 据说每天只允许五万人进入啊 这景区现在依然是不收门票的 作为一个成都本地人呢 我来这边起码也来了有个五六次了吧 所以我自认为对这里还是比较熟了啊 但是我今天来这的目的呢 主要还是以一个看变化的角度 重新来看一遍这个景区啊 不过在这之前 我还是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吧 这里有古寺庙和少量的古建筑 是全国的4A级景区 总之就是有古树古街古庙古水路码头呢 集合在一起的一个古镇 据说是有1800年的历史 那如果大家对背景感兴趣呢 可以直接在网上查 资料很详细 哇 这居然还有密封吗 前几年来这的时候呢 我也知道有很多摊贩都会在这里卖龙虚糖啊 但是像这种卖法呢 我之前确实也没看见过 走到这儿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好像今天整个黄龙虚景区都没有发现有流动的水 但现在看到这个广场大顶的位置呢 以前是有一个喷泉流水的景观的 结果现在没有水 也不是很好看啊 所以我感觉今天好像来的也并不是时候 经过询问得知呢 整个景区的河道需要维护整修大概三五天的时间 这三五天内呢都不会放水在里面 今天是刚好维护开始的第一天啊 你瞧我这运气 好吧 也罢 我们继续逛着 其实影响也不是太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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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他们刚刚拿大锤砸的那个食物叫什么吗 成都这边呢叫做麻糖或者叫做花生酥 我不知道这个食物是只有四川才有 还是其他地方也有 反正很多老一辈的四川人呢都很喜欢吃这个 比如说我奶奶就比较喜欢吃 不过我不怎么喜欢吃花生 所以我一般都不怎么买这个 我的朋友呢本来是想到黄龙系来照相的 他出发之前就比较兴奋说能看到水在镇子里面流 结果呢跑到这来他发现居然没有水 哎 也是挺尴尬的 呃 这也是个曾经的网红面馆啊叫做一根面 因为他里面负责下面的那个师傅呢他在下面的过程当中啊 动作非常的妖娃所以给他取名叫妖娃拉面歌 但可能今天游客比较少啊他也没有表演呃 经常关注我频道的小伙伴啊可能会知道成都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呢下过几场特别大的暴雨啊 那个时候我也有单独给大家拍过视频的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往回翻一翻能够翻到 那个时候呢成都大大小小的河流都有不同程度的涨水的情况啊 当时市区和都江燕那边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里呢很遗憾啊是被淹了的 其实当时我也打算拍拍这里的情况的 但是因为这里当时情况比较紧急嘛 所有的地方都是封闭了 后来呢经过一周左右的抢险 整个景区才得以重新对外开放啊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呢 据说从那以后啊有很多真正的古建筑就被雨水冲坏了 或者是被洪水彻底泡坏了 完全没有办法修复啊 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位置呢实际上都是被洪水淹过的 大家仔细看这商铺的门板 上面其实都还有被水淹过的痕迹啊 我仔细的看了一下大概可能深度有一米五左右 可想而知当时还是挺严重的 这个商铺现在都没有开 这是个真正的水墨 之前在黄龙汐游水的时候呢 它是有下面的水车来驱动上面这个水墨工作的啊 待会我们看看这个水墨下面的构造 大家就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啊 我不得不佩服啊 中国这古人的智慧确实还是挺了不起的 只是他现在没有水 如果有水的话呢 这带洞上面的墨盘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其实走起来感觉黄龙汐景区的线路并不复杂 顺着那条有水的小溪一直走 走到尽头呢 其实就是符合了 这洪水当时就是从符合涨上来的 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建筑呢 大部分都是后来新建的并不是真正的古建筑 而真正受损且令人惋惜的呢 正是那些靠近河边且地势最低的古建筑群 有古寺庙有古民房 其实他们才是整个黄龙汐景区最为精华的部分 但真的很可惜 由于他们地势也是最低的 所以受损也是最严重的 比如像这一排木制结构的真正的老房子 现在已经完全报废不能住人了 上面还写了微房请勿靠近 据老人说啊 这里作为景区正式对外开放呢 也就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的事 他们住在这这么多年 也从来没有见过像今年这么大的洪水 不过根据我的观察呢 他们的心态都还蛮好的 而且都还蛮看得开的 比如像这一家就是 生意照做 麻将也照打 感觉好像就是再大的事都不能影响他们打麻将的心情 看着我进来 他们甚至还在问我是不是也要打麻将 看看现在的符合是何等的平静啊 真的完全想不到 他在涨水时能涨到那么高的水位 据说这涨水时最高的水位就已经到了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 加上我的身高的总高度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远处那个地方呢 就是符合河道 我真的想不通这条河到底是怎么涨到这么高的水位的 唉 可能真的是百年一遇吧 本来我以为寺庙会比民房要好一些啊 但是我发现我错了啊 这寺庙被破坏的也是同样非常严重 由于佛堂不便拍摄呢 我就只给大家看个大概就好了 据说那些靠近河岸地势比较低矮的老民居都将会被整体拆除 然后重建结构更强的房屋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 那如果拆掉了这些呢 剩下的老宅可就真的不多了 咱们且看且珍惜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了 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